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美国枪支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美国一发生大规模枪杀案件 我们就来聊一下 之前调侃的是拜登因为每次的大规模枪杀案件 都要发表严肃感人至深深刻的反省 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了 我们需要更严厉的枪法 美国人民也是纷纷落泪 人道主义小路考虑 我们表示同情表示严重关切 但是现实的考虑除了降低你降半旗的预值之外 我们看不到它政策上面可能对美国进枪了 有什么好的帮助 就降半旗这个东西作为国家级礼仪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之前美国要降半旗的这个规格 大家可以想一下 遥想当年911的时候 美国是降了半旗国伤 然后把这个定为什么反恐纪念日之类 后来对于大规模枪杀到一个什么阶段 能够降半旗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的预值是越降越低的 但如果降半旗到我们今天调侃过 天天都大规模枪杀 天天都降半旗的话 你美国政府天天你这个半旗 你干脆骑腿别升上去了吗 你美国国家叫做新条旗永不漏 你改成新条旗没升起 我这根本就从来都是半旗 事实上一方面给大家展示的时候 大家看我的视频将会说 哎呀那美国的枪杀太多了太腻了 这个我认为大家在我们国内太安全 没有这种搭街上 这级别是生活在我国台湾省之前说的 走在街上被人踢到 当街大三腔这种事情 竟然闻所未闻 但生活在美国正儿八经的数据是 美国2017年 因为近两年都没放 死于枪杀案的人数 大概是4万人左右 这个基本上就赶上了 印度政府官方放出来的数据 一年发生针对女性强奸案的事件 当然了那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印度政府放出来的一个数据呢 印度自己的民调显示 旨在售价率程度相当高的 比方说马拉斯拉邦 3%遭遇类似强奸 这个不算是性骚扰 是正儿八经的强奸 3%才去选择报案 而在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非常欠发达地区 比方说北方邦 1%都不到 而且有这种类似 荡妇羞辱 类似社群 荣誉谋杀之类陋习的存在 导致女性都不起报案 所以相比之下的美国枪杀发生的频率 还是往后烧烧 所以说美国呢 在这方面让全世界的国家看见 枪支泛滥带来对国民生命威胁 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也是一记绝尘 就是大家的这个预知 已经被推到头了 看一下 两岁的孩子在家里找到枪之后 射伤父母 这个是上周发生的事情 紧跟着我们之前讲过 大规模杀伤之后 大家我想啊 刚刚讲完枪杀 不要讲枪杀了 没想到 昨天又发生事件 在十个小时之前 佛罗里达州 一个三岁的孩子 用枪将他两岁的妹妹 打成重伤 现在生死未卜 还在抢救 这个问题呢 CNN报道 是说当时呢 有几个非裔朋友 在家里聚会 聚会玩了出于某种原因 现在被逮捕 这个威尔森 威尔森 23岁 认为把枪塞进 沙发之间的那个缝里 是一个非常好的藏枪的地方 孩子就会拿不到 很难理解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可以理解 是因为美国家庭选择 家具啊 大家的家装 全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 特别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 可能会选择比较高的 橱柜 家家或许有格子状的 书房这样的设计 非常简单 就是放在高处 他们拿不到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选择家装 可能就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不能一几夺人 首先大家会想 美国警察 是不是逮捕了一个三岁孩子 没有逮捕 全世界对孩子 现在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我自己在隔离期间 也是两次 在上海隔离 和在北京隔离 相关的防御部份 也安排了带孩子的家庭 在我旁边 晚上基本上没有叫睡 可以理解 我也不抱怨 但是脸上长了很多的包 反正也挺疼的 第二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是 三岁的孩子 你就会用枪吗 而且三岁的孩子用枪 你这个枪没上保险吗 我们这边三岁的孩子 会跑会跳 大家觉得正常 但是认识枪支 知道怎么开枪的保险 然后知道怎么瞄准 再开枪 你们觉得这个是正常了 而和上次不一样的事 虽然是这次发生问题 没有办法追责 是把聚会的这几个人 枪属于谁 直接抓进去了 说他没有看好他的枪 这个我们认为 大家认为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趣的是 之前有很多人认为 学校里面发生 孩子掏出枪来 点射同学 这应该是保险公司负责 现在印证了他们的想法 这是不是属于意外突发事件 这你就让他负责 但是被打伤了那个小女孩 他的医药费 如果摆保险的话 是不是就能负担掉大半 所以支持一切市场化的美国民众 是认为这件事情 又再一次印证了市场化的好处 但是有意思的是 两党就这个问题 分裂的东西 CN又跳出来攻击共和党了 是共和党现在一个要选 联邦参议员的大哥 在去年就发生 李渊购 李渊购他自然要保护自己的家园 他是正儿八经住在美国 我们国内这些公职 国外这些高华 特别向往的富丽堂皇 大house里面和他老婆两个人 黑命贵破坏了他家外面的院子们 已经进入了他的庭院 想要进他的家参观一下 想要进他的家里面够 然后只有他和他的老婆两个人 然后他就拿出来一把大的步枪 考虑到自己要竞选两帮参议员 他也并没有这样端的 直接对着前面的人 他是这样晃咬 主要是吓唬吓唬 他的妻子也在旁边吓唬吓唬 事后发现他的妻子也会使用步枪的 于是民主党 他的密苏里州检察官 就认定他这是犯了重罪 以危险方法 妨碍公共安全罪 这是第一 第二是misuse of firearm 火器的不当使用 这问题在美国引起了第二大波 民主党的检察官 一个共和党人 他要选联邦参议员 拿着个枪在那边晃悠 你能不给你按个重罪吗 这件事情后来的进展非常搞笑 因为民主党参议员说 你是危险方法妨碍公共安全 这是我私人的庭院 怎么叫公共安全 非常讽刺的是 视频中间还有一个飞翼大哥 这边穿的衣服上面写的是 Hands up don't shoot 我手举起来了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你的手举起来了吗 还要冲到人家的私人领地里面 香港领域够 假如你真的是要住到大house里 你必然要买枪 如果你不买枪的话 你就个人安全没法保障 除非你真的付到雇私人安保那种东西 你有那么多闲钱了 这个问题上就非常有意思了 华人 华裔 作为美国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是非常弱的 政治影响力非常弱 他们在选边站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发生的渠道 甚至有很多人只能选出来什么 Andrew Young 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说什么 我以我为华裔为耻 这种狗屁话 如果他们要枪的话 选谁 选共和党 选董王 选MAGA 偏偏董王对难民 种族问题 是持一个非常保守态度的 是白人优先 是MAGA 对于白人至上主义 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姑息 放纵的 所以说在这问题上 海外的华人 华裔 应当我这边说非常有共鸣 你选民主党 人家是给你穿小鞋 按理穿小鞋 你选共和党 现在是表面上你能得一息安情 启示似尽 黑命贵 林渊沟 幼稚 而且对你枪支开放 对他们也枪支开放 那么成为军备竞赛了 真成为军备竞赛 共和党的议员 就说还好拿的是大枪 针对这次孩子的问题 说大家都买大枪 孩子不就举不起来了吗 你这个枪太小了 觉得是小手枪 所以说美国的司法部 在过程中斗个调研 大部分的枪杀用的火器 都是手枪 而这个手枪的类型 越来越小型化 用的子弹 也越来越小型化 本来说 克尔特众生平等 列路的那种枪 一枪轰半个手臂那种 现在用的都什么9毫米 打一枪 如果打不中 致命要害 基本上能够救回来那种 那如果你用9毫米的话 没有讲的一件事情 我多开几枪打要害不就行了 所以这种趋势 似乎好像就要把美国人民推上一个 你不但要有枪 而且你要慢慢学习 如何又好枪 什么意思 狂野西部偏要来了 大家比一下掏枪速度 啪了一下 Fanny 是吧 还要比一下自己的准头 不然打不死人 那成立一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共和党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非常的松明 提出了你要有枪 最好要买大枪 大枪的这个威吓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管是杀杠猎枪 或者是我们平常说的喷子 现弹枪啊 现弹枪非常有意思 是农场主非常喜欢的 因为如果你住在强市里面买现弹枪的话 你如果打死侵入者 这不犯法 但是你把枪什么门轰塌了 这钱你得自己付吧 你轰那个赔物业的钱 搞不好比你这枪还贵了 所以说不太选择现弹枪 我在德克萨斯之后 听过一个有趣的段子 说买现弹枪 你就不用学习枪支了 你只要瞄准一个方向 你不用瞄准人 开枪之后 那边就没有事了 那边的人看到你 哇的一下 知道你是真的为了这个 你愿意开枪的 那边就没有事了 那你在查这边 开枪 这边也没有事了 两边都相安武士 现弹枪喷死这个东西 近距离不讲武德的 这又管你穿什么防弹衣什么东西 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 美国的政客 他想要规避问题的同时 满足选民对问题提出 要解决问题的需求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 非常系统性的 叹为观止的 所谓解决问题的思路 有人说这个属于加速 那加不加速 大家来研判 本来说是买个手枪 买手枪不行 孩子举得起来 应该买猎枪 买现弹枪藏在家里 孩子不就搬不起来吗 而且保护自己的家园 顺便说一句 现在放这条新闻出来 是因为当初密苏里州检察官说 我一定要治他们重罪的同时 密苏里州的州长是个共和党人 我再说一遍 检察官是民主党人 要重判这个要选联邦参议员的共和党 结果州长是共和党 州长说你只要判 你随便判什么 你随便判 我全部赦免 我全部特赦 这是跟总王是一样的 你只管判 你判有罪 你一天判明天特赦 这是他要选联邦参议员 能不特赦吗 真的是社会非常的有趣 更有趣的是 这一篇文章去骂西人 共和党的人就骂西人 记者怎么这样 污名化 说他虽然现在判无罪 还要说他曾经被怀疑要判重罪 用这种叙述来让更多的民众 起个误导作用 认为他是一个罪犯 但在这个推的商品 又让我们看到 I miss Trump 我怀念董王 我思念董王 这件衣服卖的 还比董王的观光网站 还要贵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粉丝自发应援 因为上面没有董王的商标 如果是董王的商标 应该还有什么美国国旗 有什么MAGA America Great Again 这贴在上面 这个价格估计起码是40起 董王不会卖这么便宜的 他在推特上面之前的发言 蓬佩奥这个人是 禁于美国政坛多年 深暗如何构建粉串 他在今年的1月1号 新年的时候就发了三个词 family farm guns 家庭农场枪 大家想想 支持他人是谁 支持共和党人又是谁 美国中部广袤的土地 方圆百里没什么人的 你没把枪你能自威吗 代入今天说的 要选联邦参议员的大哥 外面全是联邦参议员的大哥 外面全是联邦哥围得满满的 你要不是张飞级别的 放到现代类比你得是谁 你得是普京级别的 普京当初当克格勃的时候 在克格勃的前面 非常冷静非常清楚 这些带枪的示威的人 如果真要冲他的话 死无葬身之夜可以说 但是非常冷静 这里是克格勃的设斥 我警告你 你得是这种人物写进史书里 扪心自问各位 就我们自己平常生活 你能不买枪吗 如果生活在这 真的是冲进了什么大house里面 那你真的要用枪 这支枪法什么东西 你又必须要拥护共和大 这不成了一个死局了吗 但是蓬佩奥呢 非常有意思 拿这个东西来巩固犯圈了 给民众一个 我们就是要拿枪来保护 我们自己的家庭 保护我们财产的一个 虚假幻想 为什么说虚假幻想 我们先说 美国一年枪杀死 4万人左右 但是这4万人 有多少是谋杀 有多少是自杀呢 PU出的数据 自杀现在是远高于谋杀 当然这个自杀是明显包括了 让美国警察帮你自杀 或者是美国警察认为 你想让他帮你自杀 对比一下蓬佩奥之前说的 家庭枪农场 认为营造的假象是 民众买了枪 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的确实 你买了这把枪 可能枪口是冲着你自己用的 或者是 会有枪口冲着你自己用的 下面再贴两个简短的东西 拜登白宫之前不是说吗 说这个重刑犯 居然能在eBay在什么类似中国的淘宝上面 买一些枪支配件 就组出来一个枪 华天下是大吉 结果现在呢 共和党的议员挖出来说 美国司法部早有数据 民主党接幕僚水平实在太臭 放出来数据说 只有1.3%的人犯案的时候 他们这个枪是从合法的途径 枪店买的 90%的人都不是通过零售拿到枪的 做着通过 不知道哪来的 那枪支配件属不属于零售呢 这里面处于一个模糊化 因为这种类似的官商勾结 在美国这个所谓的透明化政府的进程中间呢 也是随着枪支的需求上涨 愈发凸显 举个例子 华人游报啊 在公寓楼下 有两个人在那边大声喧哗 或者对建筑说话 而且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大哥 超能力大哥 住在楼上的人不爽了 直接掏这一把AK47队底下扫射 这件事情后来发现 他这把枪还是他的警察朋友 在他家做客的时候放在他家了 他们关系特别的好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了 他本人呢是一级魔伤 那个警察怎么能AK47也不是警用枪啊 怎么能带着子弹放在他朋友家里呢 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警察呢 这个族群啊 随着美国上世纪80年代 现在正好是这拨人吧 当时什么反战啊 什么嬉皮士啊 什么繁荣啊 We are the world 我们是世界之类 从全球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趣事的 美国的男性 我们一个练大肌肉块 我们要成为自由勇敢 这种美国英雄的形象 那事实上呢 美国的社会在劳动力 大规模富裕之后 这些人最后都进了警察队伍 本来自己在学校里面 什么橄榄球队 众星捧月 现在去看美国老电影 什么橄榄球队队队长和拉拉队队长 这莫名其妙的已经设定了 大家潜意识地也认为应该发生了 暗生情愫的这种情节 至少反映的是 当时媒体对美国民众和美国民众 对美国媒体之间双向的影响 影响完这些人呢 不被需要 最后成为什么警察 内心本来是对美国当初 那个叫Sweet Old Days 甜蜜的学校时光 高度怀念了 对现实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如何去归制警察系统 成为了美国永远没法说的一个问题 只把它表象化 简单化 笼统化 共和党就说 你啊你民主党就是不支持警察 民主党就变成 我没有不支持警察 但你们枪太多了 我们得削减你们的军备 削减军备怎么削 首先不说警察跟毒贩犯罪帮派之间的一个军备竞赛 你削了军备 黑包会也削军备吗 骗鬼啊 你怎么打过黑帮 第二个问题就是削预算 削预算 警察局会削减他们的军备 还是在别的地方缩水的 比方说依然是福利大兜 这次出了什么 两岁孩子拿枪打爸妈这种事情 就说我们要削减预算 本来用来预防 社区内吸毒案例 这社区管教 帮助他们戒毒这些社区基金 用来弥补 削减了警察局军备预算这副钱 这是政府干的事情 你可以削 到时候到处都是吸毒的 民主大德国 所以说今天把这个事情摊开了 首先我们要看到 大家摄成处境就想一想 你是要竞选联邦参议员 这个共和党人 你家门口团团为主 你是张飞呢 还是普京呢 你手里没有枪的话 另外一个想想 美国社会因素 现在特别是华人华裔 面对自己是高收入人群 要保护财产安全 人身安全 一定要有枪 又不想投赌王 这个路该往哪里走 第三个问题 美国职业政客 不管是哪个党 蓬佩奥也好 佩洛西也好 对于美国民众提出问题 要求解决 已经形成路径式 引入一个更大的问题 来掩盖现在的问题 收割选票 这种系统 又该朝哪里走呢 非常有意思 谢谢大家